这两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持续关注了南京的百联饮饰汤包店 后厂环境卫生差 食材也有诸多的问题 那么昨天的南京市的食药间部门已经要求 百联饮饰饮饮饮年金汤包店全部暂停营业 但是今天有市民向我们反映 在位于龙江新城市广场 有这么一家饮年金汤包店正常营业 来看我们记者的追踪调查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龙江新城市广场附近的百联饮饭饮饮饮饮饮饮饮 Gorin 店内正常营业 并没有像湖南路店新百店那样停业整顿 然而前一天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曾明确表示 龙江店也要停业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店内负责人拿出了 与百连隐士隐年金汤包店的加盟协议 表示他们的确是加盟店 使用同一字号和商标 但食材独立采购 因此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也不在整改之列 自己定的 我们是加盟店 就是每年付给他一定的 就是使用他的那个牌子的费用 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采购 跟他们没有关系 在之前的调查中 记者明明跟着送货车来到了龙江这家店 工人从车上搬了一些东西下来 这又做何解释呢 负责人表示 他上次送的那个东西 是我们店里的面粉用完了 临时跟他们借的一袋面粉 他送了一袋面粉来 随后古楼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也赶了过来 确认 昨天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 龙江店也要停业 确实是弄错了 据了解 百连隐士隐年金汤包店 共四家直营店 分别是湖南路狮子桥店 新百店 南京南站店和大关天地店 目前全部停业整顿 另外还有四家加盟店 分别位于龙江 建宁路 湖去北路和窑化门 目前未发现重大问题 因此不在停业范围 只针对少部分问题 做一些整改 记者还了解到 今天下午存在诸多 卫生及安全问题的湖南路狮子桥 百连隐士隐年金汤包店 加工后厂 开始拆除 这个围件存在多少时间了 这个围件连它 我们查了连它自己 它都搞不清楚 很长时间 这个好长时间的 对吧 我们叫它这个 问它哪一年 之前没有查过吗 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一块 因为这湖南路地区 这个老城区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菜围 一片一片在推进 百年隐士汤包直营店 在整改到位后 方能重新开业 江苏城市频道